关心外籍女大生在台遭卤沙 父母煎熬多日 昨晚抵台 在机场裁剪阴性后 由专人专车驱车南下 直奔高雄市立殡仪馆 女大生的妈妈泪崩呼喊 我不要这样子 爸爸则是强忍悲伤 而妈妈更控诉校方态度消极 爱女失踪太晚告知 就连派出所的电话 当初都是她自己上网去查的 教育部长潘文中也批评 校方轻呼将言以处分 校方的学务长 跟校安中心主任已经请辞 女大生的妈妈眼泪溃蹄 抵台后飞奔高雄殡仪馆 尽管有心理准备 但亲眼见爱女成了冰冷遗体 整个人泪崩 险些站不稳哭到丈夫怀里 踏上台湾土地却是如此悲伤 心碎母亲手中卫生纸 被眼泪禁湿 父母来台领到的却是女儿死亡 证明仍被完成检察官训问 上个月29号接到女儿失踪消息 从煎熬等待妈妈更控诉为了得知爱女消息 还自己上网搜寻打岳阳电话到派出所 至于校方联系慢半拍 却任于害后一号晚间飞抵台湾 原定先到防疫旅馆 但妈妈怎样也要先见女儿 凌晨一点多抵达殡仪馆 为求慎重 整个过程前后各有一台 真访车压车 校方发起白丝带活动 是案发前早有另一名女学生险些被掳 却没被证实 还被查出校方未依规定进行校安通报 应该是学校轻呼了 相关私职的人员 学校会在专案小组处理之后 来做后续的处置 部长其实在第一时间 已经向我们校长请辞 我们校安中心的主任 就是总教官也请辞 我们校长也同意 连教育部都认定校方轻呼 学校两长请辞 往来宿舍和校园的上学路 断了女大生留学梦 校方制作好毕业证书 只判交给父母完成遗愿 记者综合报道